好 文昌小財經 十二月中旬 今個星期 大家都看到 其實內地方面 已經採取了行動 終於 時間點比想像中晚 但是 如果 北京認為情況惡劣 可能會加快速度 去 刺激 還有解救 現在皮革的經濟 所以我們就在 十二月七號 我們已經即時 人行降準 做了幾全面的分析 人行更加一強三日降準 找經濟 北京一死就放內房 中概未提減牌 你看到 一降準之後 雖然很多人 大家都認為 全盡率 對市場的威力 已經大為縮減 但是港股其實都連入反彈 亦都轉回強些 其實 故中的原因 就不是看減 那個幹準那麼簡單 而是裡面涉及 北京政策的取態 已經是轉向的了 即是說 內房 他都要重新放鬆 中概方面 可能也都會有政策方面的放寬 那 所以整體的形勢呢 就是除了幹準 和隨著那個 中央的政治局會議 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議 大家都看到就是 咦?形勢已經改變了 似乎對風險資產 又重新利好了 那當然 這個利好的來得也是慢的 但是 都是那句 大家很難期待 現在北京的反應會很快 我們之前都說 他不是去到很嚴重 你都要等一下 但是現在看下去 形勢都會有好轉的 另外我們第二節 就會分享我們 雷蛇方面的看法 雷蛇呢 就在12月上旬 終於發出一個 就是私有化的建議 我們之前 也有就著雷蛇 也有些相關的分析 是吧 那結果 他的出價的確 是不會去到4元的 但是兩個802 都已經算是 好過預期的了 對我來說 對我個人來說 那大家可以收聽第二段 雷蛇獲CVC 陳文亮 兩個百毫二思有化 今年多致全好消息 股東再吃門館 對了 那這個禮拜 主要就是這樣 那下個禮拜 我們再見 拜拜 好 12月7號 下午3點10分 行指升幅 擴大到 六百點 升2.6% 國指升3% 大家都知道 內地方面 就是降準 那麼我們呢 我們呢 七月的時候 當 這個呢 是 北京 寬藤這個 慶典的時候 我們已經 就是 對於北京 下半年的經濟增長 是表示憂慮 那麼 也都預期 下半年 現在 他急急腳 就在七月 就是 降準 因為當時的股市 就是很不行的 大家有印象的時候 然後呢 那個市 七月一回來 A股 不斷跌 那麼 港股當然 都受到拖累了 然後呢 就是 這個 北京方面 人行的降準 那麼 其實 這次的情況呢 都有 異曲同工之妙的 其實 也是一樣的 就是 中國那個經濟 越走下去 其實是 越來越乏力 我們都警告過 中國方面 如果長期採取這一類的 特別在防疫方面 採取這個 清零 會大量產生 就是因為要核酸 全民檢測 導致很大的一個 生產的影響 是吧 中斷 物流等等 各個方面 都會受累的 所以難怪呢 我們之前都提及 這個 港大的 知名學者管日 接受這個官媒 現在已經是屬於 央企 旗下的 鳳凰 訪問的時候 他都坦然 再這樣玩下去 經濟是會崩的 這些不是偽然聳聽來的 當然 北京就不喜歡聽的 所以他就下架了 但是事實也是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個 無論影響了正常的生活 加上 連串的監管操作 導致很多行業 整頓 很多補習教培老師失業 這些你全部考慮 所以其實下半年的經濟活力 加上 開始連綿不絕的限電 原材料價格升溫 造成的成本壓力 加上 上午中國經濟的動力 很明顯是越來越慢的了 我們就 其實就 寧願你 就在 九月 九月 或者十月的時候 講準 現在 才做 其實已經遲了 但是 遲總比沒有 大家也不應該意外 對於中國這麽大的航空母艦 而且 舵手是一個人 你想想 實際上是一個人 要他在時間點上 做準確決策 其實就是 有點如目求如 所以 事實上 剛剛好 也都是在 這個股災 中概股 股災 監管的憂慮 正確的情況下 李一強 12月3日公開 會適時幹準 然後 三天之後 在12月6日 正式行動 事實上 都是有誠意的 短短三日的時間 已經配合了 中共方面 政治局會議 相關的內容 再做一個 幹準 當然 一方面 詳細背景 我就不在這裏交代了 大家有興趣 就去聽一下這100 關於那個 背景 但是我基本上 都是強調 就是 這次的幹準 是有必要的 時間也是遲了 但是 這一個 最少 釋出了一個訊號 就是北京 都認為 目前那個 經濟形勢 就是 不是很樂觀 需要 去穩定 那個預期 特別是 在年底 這個時間 很多 內房 都 真相出現 一個 是信貸 流動性的問題 你然後 其實 民營內房 都全部說 現在是放寬信貸 但是 民營內房好像 感受不到 這個時候 就是 幹準 希望可以 收回資金 看看會不會 引導到 這些錢 在年底這個時間 其實銀行 也在年底 水都很緊 現在這個時候 幹準 就可以 引導一下 看看會不會 將部分的資金 調向 這一堆內房 身上 對內房來說 這次幹準 是一個 及時雨 是一個好消息 野野村 都認為 裡面 政治局的決策 都很清楚表明 他們是要在 供給質 採取更多的行動 穩定整個經濟形勢 什麼特別呢 裡面都有不斷強調 著力穩定 宏觀經濟大盤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保持社會大局穩定 明年穩定貨幣政策要靈活 積極財政政策要提效 亦都有提及要支持商品房市場 更好滿足救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促進房地產產業的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 其實這個預期應該 甚至有行認為這個預期是超乎想像的 因為裡面已經沒有提到房住不炒 中金就說了 會議對房地產問題的表態時點內容級別都超過預期 最高層政策態度已經明朗了 相信後續政策力度可期 但事實上 在之前深圳的國務院智庫的會議裡 包括街兆業 在叫救命的會議裡 其實北京之後已經迅速地有反應 包括容許房地產企業 就可以發行ABS 或者在同業市場發債 這些是很實質的政策支持的 只不過你要傳到內銀 就有點艱難 因為銀行貸款都要實際考慮相關的風險 所以現在政治局只不過重新強調 要穩定樓市的訊號 因為其實北京之前 一路甚至是個別地方限的二手價 就是不想跌 又想壓住房價 又不想跌 這個就是北京的最大問題 一路都是這樣的 一放就亂 一亂就收 一收就死 一死就放 這個就是中國經濟的怪圈 一直都是這樣的 現在又在這裏 房地產那裏又是一樣的 現在就是因爲 搞到恒大之外 其他的民企內房 個個都看來過不了東 現在看下去又沒辦法 又要放鬆 但是核心的問題 依然在說買樓那裏 除非北京在限購那邊 有很大的改變 甚至這個房地產稅那裏 可能會傳出消息押後 或者是暫停 否則的話 事實上 你未來中期 即是說你未來一年 房企都是要想怎樣賣樓 這些重債內房的問題 其實都是很難解決的 所以這個消息似乎 很多人認為是一個強烈的積極信號 但是在口頭上放鬆 和實質上可以協助到房企過 當然是兩回事 不過如果針對一些國企 本身資產負債表是強勁的內房來說 現在的政策很明顯 就會對他們利好的 即使他們短期業績未必得 但是會過到這個東 以及會吞得下更大的市場 佔有率 所以好像中信證券都認為 一些個別大中型的房企經營不善 但是監管現在處理恒大 就是區分劣幣量幣 企業優勝劣貸才是良性循環 我想都會彈出國企內房 而當中風險更低的就是物管公司 所以如果說真的足底的話 就會由物管開始彈 內房都會彈 但是很明顯 你不可能有債務違約的情況 好像恒大那些基本上是等於等於違約 你還炒他的股票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除了分開債 減掉後 剪掉後 還剩下多少實際的資產 股東可以收回呢 這些全部都是疑問 同樣問題發生在其他重債內房身上 因為他們的表外債 加起來實在太多太大了 另外監管訊號方面 北京針對中概股急跌 事實上都連續兩次 中證監都會緊急澄清的 都是即日去澄清的 基本上加上現在你降準 外界都會認為北京都覺得跌得太厲害 但是行為上都要有些表現才行 最慘就是滴滴的情況 就是你之前放風 不只是路透 路透說他經常報留了 算了 華爾街日報 彭博都有報過 你說14元私有化 然後你現在就不私有化了 就去決定去香港先第二上市 那你這件事 你就重創了市場信心 對嗎 這些東西就是與人無由的 對嗎 我都說你這些東西實有首尾的 不要說滴滴之後遇到的問題 因為你搞到那些中概股 別人很多都在那裡潛伏的 即是覺得你便宜 殘 那你滴滴你這樣回報投資者 那你自然其他中概股 在美國的股值一定是推倒你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那你現在有沒有合理的行為 要展現出來呢 最少你有沒有呵護中概股的政策上面 是要釋出一些訊號 譬如滴滴你現在應該給人上架 原來哦 那些內媒也是 那些水平也是這麼差的 即是有些客人下了架 還是沒有下架 你都要識分的嘛 大哥 我都真是被他們玩死的 喂你北京有個能力限制人家 出假新聞的 那你現在這些你不去處理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與人無由的 你現在看看有沒有辦法 在這一段時間 重建那個信心 另外呢 幹準那裏 政治局會議呢 野村都有觀察到 咦 即是政治局會議呢 竟然沒有提些什麼 炭中和啊 炭達峰啊 什麼啊 新能源啊 那這些呢 全部是在四月和七月的政治局會議裡有提的 那當然啦 七月的會議呢 野村也提到 有 就是警告呢 小心搞這個運動式一刀切的所謂減排運動 啊 那啊 現在呢 就完全沒有提 完全沒有提呢 他背後是不是就是知道了 是吧 搞大力搞這個減排呢 結果搞到呢 就是 是 電就發不了 煤價就爆爆爆 那所以呢 就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了 現在呢 就不敢再高調了 是吧 那這些又是政策上 又要調整 是吧 那你見到呢 近這兩三年 甚至這幾年呢 北京很多政策就是這樣了 搞出了啦 咦 好像有些 啊 就是 真是一亂就 就收 一收就死了 那現在呢 又要呢 就是放了 一死就要放了 那現在呢 就是這樣咯 全部就是 這樣循環咯 那這一個呢 都是一個訊號來的 似乎呢 就新能源 可能啊 意味著短期呢 北京就不敢再大力講了 那這一個呢 可能會 呃 我不知道是否會 心理上呢 造成一些影響 那這一個呢 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說 新能源呢 這陣子就不講了 那現在北京呢 就突然之間不講了 現在要講維穩 講這個穩定的那個經濟形勢 那所以呢 那這一個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 會不會影響了一些新能源股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 新能源股 都成為了 那個避風港 因為整個市 倒倒倒 那那些錢呢 迫著呢 就拍了過去 這些能源股那裏 那裏 華運電力啊 等等 都是這樣的選擇 那現在看 大家留意一下呢 接下來 會不會他們的股價 會轉弱呢 那否則的話 大家可能都可以 跟一下這些錢的 即是說 原來這些錢呢 一是跌市 一條整 就拍了過去的了 那如果你說 哎 我又跟一些機價投資者 拍了些錢 那這樣 那你就可以想一下 那否則的話呢 這個會不會 是一個轉捏點呢 那我們都要觀察的 那跟大家說到這裡先 那你怎麼會 那你怎麼會 那個時候 你怎麼會 司機 有